今天來聊聊電話詐騙跟情感詐騙 我們先來講電話詐騙吧 喂純妹喔在忙嗎 沒有啊什麼事 我的手機碼換了一支喔 舊的沒在用了跟你說一聲 喔你怎麼換電話啦 沒有啊因為那個遠傳收訊差 換台哥大看看會不會收訊好一點 你最近在忙什麼 沒有啊一樣的生活 是喔 你知道我是誰吧 知道啊真的假的 什麼時候出來唱歌 唱歌喔 等過一陣子吧 一陣子是什麼時候 等你有空的時候 好啊 那我到時候再打電話給你 那個 你真的知道我是誰嗎 知道啊 那我誰 你說看看 你不是那個書文嗎 你真的很厲害 一猜就中 當然啊認識那麼久了 花成輝我都認識 更何況是聲音 好喔那就這樣 我有空再跟你聯絡 好啊 好無聊喔 來找交友網站APP聊聊天好了 不會騙你錢 只想騙你感情的戀愛交友網站 不會騙你錢 只想騙你感情的戀愛交友網站 嗨你好 你好 你在做什麼呢 我在跟你聊天啊 以下為曖昧對話 因對話太長 像極了牛郎和織女 的那座橋 又長又遠 請自行補腦 以下省略 直接跳到重點 我們聊了也有一星期了吧 我去看你吧 你要來看我啊 會不會太快啊 不會啊 那就這樣決定了 電話要隨時打開喔 我到機場了 可是被海關扣留 需要一筆錢才能離開 看到了這裡 就知道要來要錢了 停 第二個例子 以下為曖昧對話 因對話太長 像極了牛郎和織女 的那座橋 又長又遠 請自行不鬧 你的生日快到了吧 我送你一個東西 表示我對你的情感 真的嗎 我太高興了 純妹 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我送給你的東西 太貴重了 被海關扣留 需要一筆錢才能輸回 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子 看到了這裡 就知道案情不單純 那不等於是我自己買那個禮物 送給自己嗎 哼 我才不去呢 第三個例子 純妹講不下去了啦 因為純妹覺得摸不到 視訊看得到 吃不到的 路上一大堆 根本不需要一定要餵國人好嗎 這好像不是重點 總之 不管如何 想網路交友 就不要只交 以上三點 所有人都做得到的事情 摸不到 視訊看得到 吃不到 這樣應該可以減少被騙的機會吧 其他 你的七情六欲 就只能看你自己決定囉 純妹無法介入 在這裡 我會猜拐 我會猜拐 這差不多